《吐氣成佛法》 我們今天講這個 吐氣成佛法 那這個法是這個 羅那上司本身所講的 他的因言是因為這個 羅那上司以前在中國大陸的時候 紅法當中 他說了很多的法 那其中有幾個弟子 這個求法心切 他很想很快的這個成就 所以就威脅這個羅那上司 當時是這樣子講的 是說那幾個弟子拿刀子 威脅這個羅那上司 他說你一定要傳這個最快 最速 馬上可以成就的法 否則就要把羅那上司給他殺掉 這個弟子是這樣子是比較過分一點 那麼這個羅那上司 他說好最快最速 他說好最快最速 他就講了一個 吐氣成佛法 這個法很簡單 他是這樣子講 他說你吸滿一口氣 然後再把一口氣吐出來 這一口氣吐出來是 要細、要慢、要長的這一口氣 在吐出來的時候 連你自己的心 也吐出來 他說這個是吐氣成佛法 是最快的 那麼當時得到這些法 當然是很簡單 吸一口氣再吐一口氣 把心吐出來 他就成佛了 是很簡單 那麼我就不知道 這幾個人有沒有成就 有沒有成佛去 那麼我知道這個法以後 其實這個是很快速的法 絕對是沒有錯的 那麼據我所知啊 這個也是第一難的法 也是很困難的 以前大成就者 在臨左成佛的時候 用的就是這個 我可以跟大家這樣子講 那個心啊 那個心啊 所謂的心啊 跟著氣一起走 這是密教 密教是心、氣、合一 那氣一出來的時候 心跟著氣走 也出去了 當成就啊 當成就啊 以前那些老和尚要走的時候 都是這個方法 根本上就是這個方法 把你身體的心 什麼是心啊? 無形的 就是把你的命事嘛 把你的生命啊 把你的生命的意識 送出去 依照你的意識送到 淨土的地方 當然就成佛了嘛 這個當然是最簡單的啦 但是問題在這個 你的生命的意識啊 你那個心啊 是不是能夠跟著氣走 問題是這樣子 很簡單 你呼出去 從鼻子呼出去啊 心跟著氣一起走 你就成就了 老和尚 定下來 要演舉的時候啊 很簡單啊 啊 氣色蠻好的 紅紅潤潤的 盤腿啊 大家念佛 然後就跟大家講啊 說我要走了 那麼他就 眼睛閉下來啊 呼出一口氣 把自己的生命意識啊 完全跟著一口氣出去 到淨土去 這個當然是 寄生成佛 馬上就走 這個弟子從旁邊過來 摸他的鼻孔 沒氣了 因為這一口氣呼完了嘛 他的生命意識就是 跟著一口氣走嘛 羅那上司講的對 這問題在哪裡呢 你們要寄生成佛 問題在哪裡 是不是你呼出這一口氣的時候啊 那個生命意識能夠跟著走 問題在這裡 能不能到達你 理想的淨土 問題在這裡 而不是你放一個屁 你生命意識跟著屁走 有的人是這樣子啦 我聽說有人上廁所了 用力一壓這個他血壓高嘛 一用力的時候啊 就當場就坐蓮花走 就坐在馬桶蓋上就走 這個是生命意識啊 跟著那個屁走 也寄生成佛嘛 當然是比較難 難講寄生成佛 這個是比較困難一點寄生成佛 也是寄生成就 馬上就得到結束生命了 但是能成就嗎 問題就是在這裡 你看佛教很多歷代高僧 他們說走就走 這個就是吐氣成佛 羅納上師講的 這個就是吐氣成佛 不簡單的啦 不簡單 問題說心要跟著氣 而且能夠達到 你自己期望的進度 所以這樣也一樣要泡這個平時啊 你自己本身修煉的功夫 你的功夫深 你能夠把你的心光體 在靈邪上講起來 就是把你的心光體 印出頂峭 去成就 這個就是 這個吐氣成佛法 希望大家好好修 這個 你這個氣啊出來的時候啊 心跟著走 有一天你也可以跟這個高僧大德一樣 大庭廣眾之下 臉色紅潤 說我要走啦 結果你吸滿滿一口氣 再吐出一口深深的氣 大家幫你念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幫你念佛 面來半天你眼睛再打開 原來走不成 原來沒有走成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生命意識啊 沒有辦法跟著這個氣走 功力不夠 你的這股氣啊 跟神啊 吸的這股氣跟神 還不能合一啊 神氣合一的那種狀態 不能把生命意識印出去 那這個要靠修煉的 那麼我在講啊這個 吐氣成佛法到底是什麼樣子 是密教的嗎 是密教的嗎 因為氣啊 是屬於密教的 但是也應該講起來 也是屬於禪的 禪宗 禪宗 禪宗的成就啊 也可以這樣子講 那一種心啊 其實就是一種空性 生命意識也本來就是空 生命意識本來就是空 你認知了空性以後 把自己身體的地水佛紅給它分解 就成就了 Om Mani Be Me Home